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民国七十二年这一题联考题 那也许题目呢看起来好像平铺直数 可这个题目的难度呢比各位想象中呢还要高 这个古代的联考题呢考得其实比较难 这个民国七十二年考题 民国七十二年不晓得各位出生了吗 来我们看一次这个题目 他说一个黑色半圆球形的碗底 有一个小的发光圆 当碗中呢加折射率是n的透明液体的时候 从碗面同一个水平高度的望远镜 可以观察到这个发光圆如图 那我问你说透明液体的折射率n可能是多少 来先看懂这个题目 现在这里有个碗 好这里有个望远镜 这里有个观察者 如果现在呢你要透过这个望远镜 观察者要能够看得到这个光线的话 表示什么呢 来各位表示从碗底发出来的光 你在这个界面如果发生恰全反射的状态 也就是光线这样子过来 这样你的观察者就能够看得到怎么样 看得到这个折射出来的光线 好我现在呢画三条线 比如说你光源呢 好你现在填充某一种液体 就光线在红色这个地方 就发生全反射了 恰全反射的状态 那也许你填充另外一种液体 在绿色这个地方 好发生怎么样 发生恰全反射的状态 你填充第三种液体 就在蓝色的地方发生恰全反射的状态 这个题目呢 很多人看不懂的一个原因是以为说 这里有三条不同的线 各位基本上 它是填充某一种透明的液体以后 折射率是N的某一种透明的液体以后 发生恰全反射 所以并不是说 我从碗底发出三条线 这三条线其实就代表了什么 你知道吗 各位这三条线 就代表了你填充三种不同的液体 想办法去体会题目的意思 好这不是说 我从光源发出了三条线 这三条线其实就代表了 它填充三种不同的液体 可是我们现在呢 要找出这个最灵界的状况是什么 各位你告诉我 这个最最最最灵界的状态是什么 好填充第一种液体呢 在这里发生恰全反射 填充第二种液体 在这里发生恰全反射 好填充第三种液体 在这里发生恰全反射 那我们相信吗 这个最灵界的状况 应该是在蓝色这个状况 在蓝色这个状况 如果蓝色这个状况的话 各位这是半径 这是半径 所以这里45度 这里45度 恰全反射这个角度的 角度是90度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列一次施乃尔定律 恰全反射的施乃尔定律 来所以我们这样写 这个n乘上sine45度 等于1乘上sine90度 所以n就等于多少 就等于根号2 也就是我们相信 最最最最灵界的状况 是填充折射率 是根号2的那一种议题 那就是在蓝色这个位置 发生恰全反射的状态 好 你说老师 这一题不是很简单吗 那答案就选什么样 答案不就选根号2吗 各位 我刚讲 这个题目呢 也许呢 好像看起来很平补直数 可是关键在于 它不是问你说 n最大最小是多少 不是 它是问你说 n可能是多少 我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消息 这是一题复选题 这是一题复选题 那这个题目呢 好 我们后面也会看到 这个几题类似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判断出 这个n 我们解采的根号2 它到底是属于上限 还是下限 就是我们要的 这个情况 是要n大于根号2 还是要n小于根号2 那这一题 难就难在这里 好 不过呢 前面其实我们有讲到一个概念 光为什么发生折射 就是因为它在戒指中的什么东西不一样 速率不一样 那我们在讲全反射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提到过一个概念 折射率如果相差越多 它是不是越容易发生全反射 各位 问你个问题 为什么折射率相差越多 越容易发生全反射呢 把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啊 你光之所以发生折射 就是因为速率不同嘛 你折射率相差越多 就是速率相差越多 速率相差越多 你偏的这个程度越明显 那当然就越容易发生全反射啊 所以关键在这里啦 我刚讲 这三条线 不是说从光源发出三条线 是什么呢 是填充三种不同的议题 各位 假设填充某一种议题 我填进去 在红色这个地方 就发生全反射了 各位 它在红色这个地方 就发生全反射了 那表示你填充进去的这个议题 它的折射率 比刚刚的根号二大还是小 来各位想象一下 现在呢 法线如果你标出来 这个入射角很小 红色这个状态 它入射角很小 入射角很小 不是比较容易穿透过去吗 可是它在这么小的入射角 就发生全反射了 表示这两个折射率差很多 这是一啊 那就表示这个折射率应该很大吧 所以红色这个状态的折射率 应该要超过根号二 各位你能体会吗 各位你能体会吗 用心去体会一次 这个光为什么发生折射 就是数率不同 为什么折射率相差越多 越容易发生全反射 因为折射率相差越多 数率相差越多 你偏折的程度越明显 当然就越容易发生全反射 各位理论上红色这条线 跟绿色蓝色这条线来比 它的差别在哪里 红色这条线 它的入射角是不是很小 入射角很小 不是应该要穿透过去才对吗 可是你看这么小的入射角 它都能够发生全反射 表示它们两个折射率差很多 那就表示这个折射率应该比根号二 要来的大 要比根号二来的大 各位你看到连红色这条 红色这条是最不容易发生全反射的状况 结果它既然发生全反射 表示这两个的折射率相差会越多 所以我们刚刚算出来这个蓝色这个状况 你看这入射角是45度 理论上它应该比较容易发生全反射 入射角越大越容易发生全反射 我们刚刚讲红色 这么小的入射角都能发生全反射的 表示这个折射率应该跟空气差非常的多 所以红色这个状态 你填充的那个议题折射率比较大 所以简单说我们刚刚算出来这根号二 它是上线还是下线 各位它是下线 至少要根号二 至少要根号二 你一定要超过根号二 所以这个题目答案要选超过根号二的 这个答案要选超过根号二的 那有人说老师 你刚刚讲了老半天 对不对 是懂非懂的 各位我们用反正法 如果今天你的答案是小于根号二的话 这个答案一定不合理 为什么呢 你小于根号二 那根号二是1.414 那我挑一好不好 各位如果这个议题的折射率是一 而空气的折射率是一 这样会发生全反射吗 当然是不会啊 各位你懂的是吗 如果我们用反面做法 你的答案不是n大于根号二 你是小于根号二 你小于根号二 那不就有1这个答案吗 那这里1这里1 那怎么会发生全反射呢 所以显然不应该是小于根号二的那边的答案 应该是超过根号二的答案 折射率如果是个相差越多 你跟1相差越多啊 那你超过根号二 当然就跟1相差越多 它当然就越容易发生全反射 所以这个题目呢 答案要选超过根号二的 所以我刚刚讲 古代的联考题很难吧 比各位想象中的还要难吧 对不对 老师这一题就这样结束了吗 你想错了 这一题呢 这个后劲还很强啊 他说n可能是多少 n可能是多少 这一题是负选题 好 现在问题来了 n大于根号二小于根号三 我们讲要选超过根号二的啊 所以a大于根号二 这个小于根号三 有没有超过根号二 这个范围有没有超过根号二 有啊 b大于根号二 对啊 要超过根号二啊 c小于根号二 不对啊 dn在1到根号二之间 这样有没有超过根号二 没有啊 1 n大于等于根号三 对不对 这个大家呢 这个最有争议的就是这个1选项 很多人说 老师1 不对吧 题目不是要写超过根号二吗 n大于等于根号二吗 各位 没错啊 就是要大于等于根号二 那我问你 n大于等于根号三 有没有超过根号二 有啊 各位 你超过根号三的那些n 有没有超过根号二 有啊 各位 这一题很多人都以为说 这一题只是要解除它的范围 那就选怎么样 就选n大于等于根号二 没有等于就选怎样 就写大于 因为等于的时候是 这个恰 全版社 好 那这个我们现在就选怎么样 就选b啊 很多人就只选一个答案b 不对 这一题关键字在可能 你要把它可能圈起来 那你告诉我 大于根号三 有没有超过根号二 有啊 只要超过根号二答案都对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体会一下 这个题目我说过 看起来平铺直速 但是比你想象中的要难啊 不是说公式带出来答案就结束了 用心去体会一下 我们找出的下限 叫做根号二 你事实上要超过根号二 才会对 这一题是复选题 所以只要超过根号二的都对 那我想a大家会选 b大家会选 但是问题是1 很多人就不会选 那我们刚讲 超过根号三 有没有超过根号二 有啊 各位他是说n可能啊 你大于等于根号三 有没有超过根号二 有啊 所以1也是这个要选的答案 所以这一题呢 范围在超过根号二的就要选ab1 所以答案就是什么 答案就是ab1 以前的联考题呢 考的题目其实蛮难的 不一定在计算上很复杂 它可以在观念上呢 这个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以前联考题呢 那个分数考出来呢 这个比现在呢 可能还要在怎么样 还要在悲惨 那个全国最高分呢 这个很难达到怎么样 很难达到100分 物理你要能够考到 这个90分以上其实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所以这个题目呢 关键就在于 前面我们讲的这些基础的概念 好 比如说呢 这个为什么会发生折射啊 因为数率不同 折射率相差越多 越容易发生全色 点点点 那再来就是你要能够看懂这个题目的意思 如果你看不懂这个题目的意思的话 这个题目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难 好 这个稍微用心去体会一次 如果你听的不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话 先回去看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全反射的概念 那看完以后 这个题目呢 你再看第二次 用心去体会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